好,那首先我們看到這次滑刷他們在COMVTEX2023展示出來的這張 大家期待非常久的MAX TRADE最近90 360水冷的顯示卡 那上一次看到的這個MAX TRADE系列可能是2080Ti的那個時期吧 整個外觀散熱模具的部分的話 它是採用了一個非常方正的一個造型 看到內部的這個水冷頭的結構 除了覆蓋到GPU核心之外呢 包含了上面的這個VRAM 其他的記憶體VRAM的部分的話也是有進行覆蓋到的 同時看到內部這個水管是直接從這個水冷頭延伸到外部這邊的水冷排上面 根據他們官方的實測數據來講的話 他們目前的BOOST時脈是各家廠商來講最高的一張 所以如果是想要一個極限效能 又想要一個非常安靜低溫的一個表現的話 那這一張MAX TRADE我覺得是信仰首選吧 好,那接下來這個區域我們看到全新的WIFI 7的路由器 它現在真的是超大隻的 之前是八爪蜘蛛 我覺得現在這個可以稱為帝王蟹的等級了 OK,那這一個WIFI路由器來講的話 它提供了兩個10GB的以太網路的接口 以及四個2.5GB的以太網路接口 然後以及還有一個1GB的以太網路接口 如果說你要進行10GB的NAS傳輸來講的話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WIFI 7快速傳輸到你這個電腦上面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機動裝置上 像是我個人來講 我下面就是裝設一台10GB的NAS 插上這台路由器之後呢 我透過WIFI 7的320MHz的這個頻寬 應該可以達到一個非常快速的傳輸效果 好,那接下來這個區域我們看到 這次華碩他們展出了一個全新的白色的 融繩系列3600的水冷 那這個白色我覺得是非常的好看 那除了這個白色之外呢 其實他們在這次的風扇設計上面 有做出非常多小巧思 它採用磁吸式的架構 你只要這樣拔起來之後 裡面有兩個強力磁鐵 那下面有一個 然後這邊採用觸點式的設計 所以你在安裝的時候呢 基本上只要這樣子 直接接上去 它就直接吸起來了 那同時包含了風扇訊號線 還有RGB的訊號線一起連接在一起 這個三個風扇全部都可以單獨進行這樣子 實際式的結構這樣進行連接 最終接頭出的這個部分的話 它也是一樣做的這個 實際式的這個架構 這完全是解決了DIY玩家在安裝排線 比如說一次裝三顆嘛 那線可能全部集在一起 你現在只要透過這個磁吸式的架構 這樣子接上去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完成安裝了 我真的覺得這個設計是超級人性化的 而且除了這個龍王系列的水冷 一直都是華碩他們最頂級的水冷器之外呢 那很多開放式水冷玩家也是期待說 他們想要就是自己DIY做一個開放式的水冷系統 他們官方是提供一個這個開放式版本的龍神的散熱器的水冷頭 那一樣也是跟XTEC做一個合作 那這個話我覺得如果是在玩開放式水冷玩家 應該是非常期待的 終於可以在開放式水冷上面用上了 自定義動畫的一個水冷頭這個效果 那同時也可以滿足敗家之眼信徒們 就是做一個選擇 好那現場有展示了 就它最新掌機RI 可以看到它就是把它的模具分離 中間這顆就是它們的核心 就是Ryzen RE1的那個晶片 它的散熱構造它是採用了一個 單熱管延伸到左右雙風扇的設計 就以它這一代的規格來講的話 相較於競品像Steam Deck來講的話 在螢幕的部分的話 真的是體驗升級滿大的 它是1080p的120Hz的螢幕 掌機的重量 拿在手上第一個感覺是它真的是非常的輕巧 它只有608公克 然後呢整個體積來講的話 也是比Steam Deck來講更緊湊了許多 現場看來覺得比較遺憾一點 就是它的這個邊框是比較粗 你可以看到上下這個黑框還是還滿明顯的 這是我覺得比較可惜一點的地方 很明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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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Hz是這麼明顯啊 很明顯嗎 很明顯耶 你要不要跟他講一下 很明顯 你看不出來嗎 這是國王的心意是不是 啊有啦有啦 你看看出來 對啊你看那個字母 我原本以為540 就是太高了 看不出來 就我剛才這樣盲測我覺得 跟140相比 我覺得差很多耶 如果這樣對比的話真的差很多耶 包括它的那個輪廓的部分 還有它那個文字的部分 清晰度差很多 我的肉眼明顯可以感覺出來 每一個影格是清晰的 喔所以說這對於職業玩家來講 應該是更明顯的 對對對 所以我們這次採用的面板就是 那所謂的那個ETN 那E就是forE-Sport 液晶速度已經是現在目前LCD界裡面的霸主 跟大家介紹我們這次的重頭戲 就是貝X版 那貝X版的話 其實我們在今年3月的時候 我們有先推出一個小版 B760 那我們主打就是我們希望讓大家 在前面組裝機殼的時候 你看不到任何的線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 ATX Z790 可以看到它全面全部都是被Cover包覆住 因為我們現在如果把我們的Connect 移到後面的話 那基本上你就是會露出一些針腳 那所以我們這次就是加了這樣子的Cover 去顯示它的軍規跟強壯 我覺得加這個邊框 除了剛才前面講的更堅固之外 就是在被插的時候 它也可以增加它的穩過性 對 那第二個的話到底要怎麼樣讓這個線 就是直接沒有 讓你在前面是看不到線的 可以看到我們在就是一般的這個D跟PCIe的旁邊 我們有加了一個這個Slot 這個Slot的話 它其實待會就是要去配我們的被插顯卡 被插顯卡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邊又多了一根金手指 那常規的顯卡這邊會有Power Connector 你就是要去接我們16PIN或是8PIN 對那這次我們移除了這個Power的接口 我們把它移到了我們的主機板上面 然後新增了這個金手指 那這樣子的話 當你的顯卡跟主板插在一起之後 顯卡就可以透過這個金手指 配我們的Connector 從Power Supply去到它的電 目前你們看到的這一套 它就是整個概念性的產品 我們在打樣 正想問就是它的供電的部分 還有給到12V High Power的接口 對12V High Power也有 基本上它就是最高可以撐到600W 對40的顯卡就是沒有問題 我這邊想問就是 因為像是你們如果做這樣設計 不是代表說就是 它不會再有電源的插口嗎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就選一個做就好 還是你們造作出可能會兩個都做 這個的話應該就是看我們到時候 因為它畢竟它還是在概念結關 最終的規格應該還是會變的 還是會變的 不過我們現在看到就是它可以有 三個8PIN 或者是一個12V High Power的介面 這樣子 我們現在展示的這個倍插式的主機板 它這個電源整合在主機板上設計 那它這個做一個快拆設計 是整合在這上面 那你可以看到這樣按下去之後就拔起來了 它就是把它的電源接頭整合在上面 然後背面的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背面這邊 它這邊把12V High Power的接頭 直接整合在這個主機板上 那如果是一般的話 它還有這個三個8PIN的接頭 它都是可以做在這個板子上面 其實它整個規劃來講 是非常彈性的 那他們現在展示的這個 是用TUF GT502 這個原型去改造成倍插式的結構 那這樣子雙艙分離的設計來講的話 對於倍插式的整個生態來講 是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 倍插式它的設計來講的話 它是全部接頭在背面嘛 所以相對來講 你需要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出現的緩衝空間 比如說整線的時候會比較好整 那像這種電源艙是整合在背面的設計來講的話 那你就可以獲得一個很大的一個整線的空間 你看像這樣的話 基本上你側板蓋上去 都是不會擠壓到任何的線材的 我覺得這個設計 大量發行的狀況下面 會需要注意幾個問題就是 電源供應器的選擇 就是在線材的部分 因為你看線材展示 它這個是比較柔軟的這種編織線嘛 那如果像是Corsair那種超粗的那種植出線材的話 這邊來講的話會留一段很長的保護殼 在整線來講可能是蠻大的挑戰吧 我不確定使用其他廠牌的電源供應器 在線材這個部分會怎麼樣 因為你可以看到 雖然說它現在這樣很漂亮 但是如果是用一般那種比較粗 比較硬的線來講的話 可能在整線上面會是一大挑戰 所以這可能是之後這種被擦式的板子 會面對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即使使用這樣子分艙式的結構來講的話 都需要注意 那何況是使用那種一般的 下自式電源的設計 你的機殼的這個側板 絕對是沒有這麼大的空間嘛 所以這個可能是之後被擦式在選購的時候 我們需要注意一個狀況 總之對於一個概念性產品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們拿GT52這個原型去改造來講的話 是一個還蠻不錯的第一個選擇 是一個還蠻不錯的第一個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